大家好,星期二的股市呢 受到这个亚洲的这个武汉流感的影响 美国股市呢也是下挫的 我们看到道琼斯跌80点 纳斯达克跌30点 S&P500跌了9点 这是盘中不知道尾盘会怎么样 首先呢我们先看世界的经济论坛 在瑞士的达沃夫举行 西班牙宣布 西班牙整个国家进入了国家紧急状态 原因就是因为天气气候的变化 造成他们国家的淹水 另外呢川普总统大肆的标榜 他对于美国经济的贡献 当然环保少女Greta Sangerberg呢 不以为难 那整个结论就是 大家应该以后都会把气候变迁 纳入财务财政财经政策的走向 另外一件事呢就是川普总统的罢免案已经开始了 参议院的这个老大McConnell安排两天分别12小时的这个 OPENING ARGUMENT为这个TRIAL 第三件事呢我们就看到亚洲的武汉肺炎 那武汉流感已经证明会人传人 中国接近有300个人被感染也有人过世 而且证明是人传人 再加上中国即将要到来的春节运输 所谓人类史上人类最大的运输 那武汉这个肺炎又叫做Coronavirus 这是他定的名字 另外我们看到相关的股票像中国东方航空的股票掉了11% 中国南方航空股票掉了9.62% 国泰航空呢就掉了4个% 然后澳门的Macau Wayne Macau呢股票掉了4.81% 亚洲的股票也都是在掉 影响到像美国看得到的百度呢 今天掉了2块9毛5 136.66% 阿里巴巴掉了5块7毛1 221.72% 另外呢是Starbucks呢 要跟这个Beyond Meat合作 在他的餐牌里面推出这个素的喔 素肉 Plain Based Menu 这是Starbucks跟这个Beyond Meat的合作 另外我们看到今天的黄金跟原油的情况 原油呢涨了0.04 58块5毛8 而黄金掉了2块2 现在是1558 以上财经新闻 支付理财Franco 文明国报 谢谢